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碧瓦飞盟 狼言回环 雕梁画柱都一一跃然纸上 仔细观察 画柱的细节处也是先毫必现 让人仿佛置身在紫禁城的工墙之中 此前 这幅紫禁城首会爆红网络 作者90后 广东青年谭泽红也随之走红 因为有我一个工作出差到北京 那去了故宫之后 一进去就被他这种气势 包括各种文化内涵所吸引的 然后我就刻意去为他收集很多素材 创作了这个北京故宫的这张作品 出生于广东 八岁开始学习绘画 其后 在大学期间修读美术专业 首次接触并爱上了钢笔手绘艺术 谭泽红直言 创作全景是首会作品 耗时耗力 属实不易 不仅要在现场来回奔波 还需长时间聚精会神测算构图 更得苦练色彩明暗调和 需要下很大功夫 当时是我第一次尝试这么大的作品 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最大的一个难点应该是 它整个透视 在色彩上面的选择也是比较难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选的是这个马克笔 马克笔去创作 马克笔是挺难把握的一样工具 这个需要我们长时间的练习去应用它 今年七月底受香港旅游发展局邀请 谭泽红来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参观 并创作以香港故宫为主题的艺术作品 展示博物馆独特的建筑特色及珍贵藏品 以庆祝博物馆正式面向公众开发 我第一印象就是进门的那一刻 真的跟我们北京故宫很像 包括颜色 包括走进来的那种气势 然后它的一个区别可能在于 我们北京故宫它是一个沉淀了这么久的中国文化 它是一个传统文化内涵比较深的一个皇城 然后来到香港的故宫 可能就是感觉到科技感比较强一点 科技跟这种艺术的结合更多 它有中外的一些产品 这种文化的联动性更强一些 在谭泽宏眼中 这座出离于维港之兵的建筑体现了古今融合之美 以香港视角创新演绎了故宫的传统文化内涵 参观后 它在代表香港的小物件上绘图 展现自己对故宫文化的认识与理解 也随即展开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为主题的 全景式绘画创作 其实我的作品里面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传达一个工匠精神 第二个我希望是通过这种手绘的形式 把这个地方这个城市的特色所呈现出来 让大家用绘画的这种审美去感受我们的城市 能够通过我自己的一个作品能够影响更多的年轻人 包括他们的一些精神世界得到丰富一点会 也是我的初衷 通过作品影响年轻人是谭泽宏潜行首会的初衷 也是他坚持下去的动力 沿街巷漠 风土人情 在他的笔下静静流淌 记录下不同城市的发展变迁 作为大湾区青年 他亦希望通过手中画笔 将家乡之美推广给更多人 我这些年轻去过很多城市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这些都有去 都是一些大城市 其实在大城市里面 你最能感觉到就是祖国的变化 就简单拿广州举一个例子 我可能在构图的时候 这栋大厦它刚打好地基还没完成的 当我完成这个作品的时候 这个大厦已经盖起来了 已经封顶了 就能够感受得到这种大城市 它发展得非常的快 变化得很大 我能够做的贡献就是 把我们的一个大湾区的一些城市 文化推广出来 包括一些我们城市的特点 包括美食 建筑 包括旅游景点 都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推广出来 可能就是我作为一个守会人 最想去创作的一个 最想去做的一个事情 对不起 是的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